今日,中船重工江南造船厂,发布了一篇先进工作人员的先进事迹文章,报道中提到了去年2017年8月逐换某型号手制舰以来的描述。 这句话让人非常关注,到底这艘手制舰是什么型号? 首先不会是052D导弹驱逐舰,目前服役的8艘052D导弹驱逐舰,全是由江南造船厂制造。 还有两艘052D正在海市,同时,还有一艘052D已经进入船台分段建造的阶段,而江南造船厂建造的首艘052D昆明舰在2012年就下水,2014年就已经服役,显然不符合去年某型号手制舰的描述。 此外,这款军舰也不是最近大热的055舰,因为江南造船厂建造的055型驱逐舰首舰在2017年的6月就已经下水,和去年8月的描述不符。 也就是说这艘军舰,是一艘还未正式公布的军舰,而卫星图为我们揭开了真相。 055舰是目前中国已经曝光的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,而且放眼世界在同类导弹驱逐舰中,也是孤独求败。 尽管美国的艾利伯克Flighter构型,有资格和055舰对比,但该节目前还停留在图纸上,考虑到了导弹驱逐舰这类的大型军舰的研发建造周期的比较长。 所以这款手制舰是比055舰更先进的导弹驱逐舰的可能性并不大,综合上面的条件,不是052D,不是055舰,而且没有055舰先进。 那么很显然这艘数巨舰,最有可能的就是052D导弹驱逐舰的深度改变版本,按照排序,很可能就是被称来052E的先行驱逐舰。 052D作为目前中国海军现役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,却有一个不小的硬伤,那就是直升机甲板太小,这受052型船体所限,目前世界主流通用驱逐舰,都装备了双机库。 而且采用的舰载直升机也大多是10多级的SH-60直升机,而052D的机库虽有两个门,但实际上还是单机库。 而且052D的舰载机是4吨级的直9直升机,和进口的采用共同双旋翼,因此任为两人讲,都非常短小的10吨级下28直升机。 考虑到052D是中国目前最新锐的战舰,未来还有长期服役的可能,因此建在直升机这方面的短板不得不重续起来。 因此中国在052D的基础上,对飞行甲板进行了升级,加大了机库和飞行甲板的尺寸,让052E未来可以起降中国版的直2010吨级通用直升机,甚至更大的13吨级直18支升机。 另外,052D导弹驱逐舰,在对应外军同功能导弹驱逐舰时还有一个明显的缺憾,那就是锤发数量相对比较少,对比伯克级的96部MK41锤发系统。 052D只有64部通用锤发系统,当然这也是受限于舰替尺寸不得以而为之。 而在052D边上,既然已经加长了飞行甲板,并放大了机库,那么对舰体进行适当加长,整件进行轻微放大也是可行的,而这也将让052D的锤发携带数量有明显提升。 但是考虑到055锤作为一款万吨大驱,才让锤发系统的数量超过了伯克级。 052D以及未来的052E的排水量应该都在7000吨左右,锤发数量只有64部。 而且,随着055锤采用的全燃动力,圈电推进的技术,052E很可能也会趁着这波东方,应用相同的动力总成。 这样让052E在续航性,降噪水平以及高速航行水平上超过052D,同时也会将052D服役到现在对电子系统,雷达系统等积累下来的小升机全部应用在052E上。 未来052E将成为类似美国利博客Flightian这样新技术改型的存在。 取代052D的新一代通用区逐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